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胖,这边来看一下新春萨姆伊的全技能效果 先来看他的普攻,他的普攻一共是有六段,前面四段的话都是打出平推攻击 第五段击飞以后跳到空中,然后最后一段丢出三把短刀 新春萨姆伊有一个红包标记的机制,就是你在普攻最后一段或者是技能后继续点击普攻释放的短刀命令对方 对方就会有一个红包标记的效果 当对方被标记了以后啊,这个萨姆伊释放技能的时候就会有强化的效果 新春萨姆伊的一技能就是往前快速突进 然后中间有一个本体消失的效果,感觉释放时机把控准确的话可能会穿透一些技能 如果对方被红包标记以后,释放的强化效果一技能就会变成一个抓取 接着来看二技能,二技能就是本体跳起来以后瞬间消失,然后在对方身后出现,进行一个突进攻击 而如果对方被红包标记了以后啊,这个二技能段数就会更多,并且最后一段有一个抓取的效果 视频中演示的效果就是对方被强化技能命中以后啊,他头上的红包就会消失 那前面有提到这个技能后要阶段可以点击普攻丢短刀标记,那不确定强化技能后要阶段是否也可以丢短刀进行标记 最后就是奥义,奥义把对方踢到空中,进行一个多段的攻击 总的来说,这个新春萨姆伊的技能机制就比较简单,主要就是用短刀标记到以后就强化技能 这个认识最快是26号可以拿到,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实战的效果 今天视频而已,我们下次再见,拜拜